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为什么告诉你 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 因为当时候融资减能回度度36% 远大于大盘下跌幅度30% 所以从8523开始以后 既然绝对的一个支撑已经看到了 只要盘有回档有击杀 我都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的新晋会员 买好买满 因为这盘还会再涨 基本扣打就是看到1万点 今天几点了 1万0137点 所以3月23号当时候 大盘15跌了344点 我说量缩不再破底 这个盘稳了三天内 必大涨 当天买好买满 包括上个礼拜盘中跌了283点的台股 一样大胆布局 是不是一样 新会员 我怎么告诉你 买好买满 而且都在平板以下买 每个等级的会员都现买现赚 这上礼拜我们给予全体混的一个指令 那接下来盘会不会往上走高 我会告诉你 万点月线都会来 在上礼拜二 很多人告诉你月线是压力 但我说过月线它会来 而且会越过 因为融资创新低码 筹码相当漂亮 包括礼拜三大盘压回44点 我说这个量缩得很漂亮 因为它没有中错 这个盘很强 这礼拜准备挑战月线跟万点 讲得很肯定 所以你要不要跟我买好买满 看到未来会涨 会看到一万点 指数上礼拜三 9663要不要买好买满 你所看到的一个动作都很清楚 不管是9415 还上个礼拜三的9663 你有部件多单的 相信这两天一个台股上涨 来到万点 那是一个非常丰硕的一个结果的展现 所以放假前 你怕四天的廉价 我说这个盘很强 这礼拜有没有挑战月线 这礼拜有没有看到万点 礼拜涨了155点 我说我们会员的手中指骨赚翻了 但是我还要继续大赚 因为还没有走完 昨天礼拜是不是又继续大涨了177点 盘中来到1039点 收盘了9996没有占上万点 但是你所看到的是 占上月线的台股 昨天我们给你分析一个重点 既然那个月线 你所认为的压力被突破了 那压力是不是要转换成支撑 所以我昨天已经告诉过你了 这个行情还没有走完 所以你就看到今天台股 为什么可以大涨141点 因为月线接下来会变成支撑 所以这行情所带动的强势基油股 有没有符合清老师的一个期待值 大盘15基本扣打是1万点 那个股的操作呢 如果赚完三成还有三成 你就不要随便卖 如果赚完五成还有五成 你就勇敢的报下去 这是我给你一个承诺嘛 所以今天被动元件相关个股 有没有全面的大涨发动 你随便买一档好了 被动元件 你有没有大赚的感觉 被动元件的一个产业结构 你还记得吗 去年度我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key point 当第二季清完库程之后 被动元件准备迎接第三季的旺季 这当做7月份的分析 接下来我的产业的论述 市场上有没有认同 9月份库存降过头 10月份国具华行科迎拉货潮 去年度的12月份 国具库存见底 去年度的一个3月2号 你们看到开始涨价了 公不应求了吗 至少涨60% 不仅涨价还缺人 3月6号国具要征裁1600名 冲在台湾一个产人 因为包括日本的一个最大厂春田 他们因为疫情的影响 也有停工的一个限制 所以需求是不是更畅旺 所以当这一波台股 受到疫情的影响 跌了3600多点 当然被动元件相关股 一样被拉下来 所以我当时候3月12号 告诉你缺空缺料 我依然看好 没有错嘛 但是现行走落的一个国具 先卖再买嘛 这个345到381这个区间 你先卖嘛 这根黑黑棒你卖就对了 再低接嘛 差了100多块钱 3月24号落底的买点在22 因为筹码很干净 那3月23号 佛宏第一再度的承接 击杀早买点嘛 是不是 238完 低接完之后 隔天24号亮灯 25号再度的大涨8%左右 来到292 上礼拜一买好买满 新会员 大盘 台湾跌了283点 272我还在低接国具 包括这里掰 新会员 你掰的国具276 有没有在买 给你的承诺不会打折 你放心好了 我对未来盘事会怎么走 我都会先讲给你匹庞 所以你要懂得闻香下嘛 给你的预测都会实现 所以呢 准备动作重要 准备动作重要 包括这里掰的国具276 还在买啊 238没有买的276 照买不误 当天可以先赚12块钱 收288 昨天礼拜来到301.5了 今天国具两灯 329 329 再创波段新高 国具今天有没有越过越线 国具 从238到今天329 已经赚了快91块钱 将近100块钱 买个1张9万1 买个10张91万 当然是超过三成啊 所以今天你所看到国具啊 3月份营收 比2月份营收 还要成长5成 逆势成长 供不应求的现况 展示在它业绩的数字 所以我之前就跟你讲过啊 未来的被动原件相关个股 你只会看到它的业绩 一个月一个月 比上个月更成长 今天你看到了啊 今天你看到 国具三月营收 比2月份还要成长50%嘛 所以知道未来缺工缺料的一个产业概况 会让业绩成长情况之下 238要不要买 第一点到了要不要买 逢第一层街啊 反市场操作啊 急跌早买一点嘛 包括这里 8.1 还在买啊 238没有买的 新会员 我们告诉你 1761一样要买啊 一档股票未来会涨 亲爱的老师不愿其反的 告诉薪金委员不要怕 我尽量压低你们成本 不是用追价的 2761一样买啊 是买完之后 288 昨天301 今天职业亮灯 来到329 10张91万 你认为被动原件这样结束了吗 你不觉得今天刚突破月线 类似一个转强的加码点吗 华星科当时 3月20号 落底买点在138 3月23号 逢第一三七再度的承接 26号159新会员买 30号156新会员买 这礼拜一 更正一下 上礼拜三放假之前 新会员159还是低接啊 没有错吧 沿路的逢低承接 一档股票会涨 不要怕震荡 怕洗盘嘛 我常跟你讲的啊 如果你知道一档股票 明天会涨 今天要不要买 如果你知道一档股票 下礼拜会大涨 这礼拜要不要逢低承接 所以上礼拜 150几块钱 华星科还在低接啊 今天直接亮灯 185了 138到185 47块钱 这都超过三成啊 三月营收一样 比二月营收成长了大概28% 所以相关的被动元件的个股 你只要低档跟我买的 我是不会随便告诉你随便卖的 因为股价被市场上严重低估啊 疫情的影响 对于每档股票 几乎都会感受到那个冲击的一个概况嘛 很少说跌了3600多点的台股 股票都不跌的 很少 所以被动元件也是同样啊 只是说当它跌不下去了 那个落底的一个架构浮现买点同时 你就不要缺席啊 对 三成五成 是不是清老师之前告诉你的基本扣打嘛 所以我告诉你安全带要绑好啊 准备迎接超额低利论 我有随便说说吗 能赚三成的 不要赚了3%就跑掉 能赚五成的 不要赚了5%就跑掉嘛 这么大的行情 如果你这边短线冲来冲去 搞不好你还赔钱耶 所以你在忙什么 每天那换股每天那变来变去 每天那做短线 三成跟你没有缘分 五成更不用讲了啊 是不是 所以清老师苦口薄心的告诉你 安全带绑好 跟上讯息啊 你就知道超额利润的三成五成利润 要如何达正 其利新 3月20日 69.5落底的买点 买下去之后 有没有大涨9.5% 接下来又9.3% 又多了7.8%啊 不要小看这一段 快三成 3月26号告诉你筹码越来越漂亮 还会再涨嘛 所以呢新会员 76.6低接啊 上礼拜二 我说月线不是压力 他会过 很肯定啊 有没有 上礼拜二啊 隔天礼拜三 马上继续涨 放个假 礼拜一 我说我要继续赚下去 其利新 你爸昨天 有没有大涨 9.3% 今天越涨越凶啊 越涨越凶 直接亮灯 抹扣一下 是不是越涨越凶 越先会过啊 既然会过 需要卖吗 知道会过 要不要加码 很清楚的一个脉络啊 所以整个其利新 在放价前 开始上涨 小涨之后 变大涨 大涨之后 快要攻涨停 今天就直接锁涨停 这样子51% 一张都不用卖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 国际华星科 其利新要卖的 有吗 有吗 可以赚51% 如果你赚了3% 5%就跑掉 你真的对不起你自己 不知道你在看我的节目 是不是 超的利润 就是超的利润 超跌之后 一定有暴力的行情 讲了恩变了 我不晓得你有沒有听进去 你不觉得那种大赚的感觉 如果付诸在你身上 那接下来台股站上万点 站上月线之后的任何回策 你要不要买 你要不要逢低承接 昨天我就讲了很肯定了 当台股站上那个月线 月线你认为是压力 那月线突破之后 压力是变成支撑 是变成支撑 所以这个行情 有那么容易结束吗 有那么容易结束吗 红杰科5G功力放大器的 你自己看清楚 当时候落底买点在62 23号61.3逢低再度的承接 涨了快三成 红杰科依然看涨 既然看涨 新委员75一样低接 上礼拜二 好怕月线 好怕四天的年假 我说涨了35%的红杰科 他月线是会过的 肯定 笃定 讲完之后隔天 你有没有上去 你有没有站上月线 礼拜月线过了 42%结束了吗 我问你啊 结束了吗 领先大盘突破月线的 礼拜赚了42%要卖吗 礼拜又多一根 这样上去55%到昨天 今天又多了5.4% 上去六成 从低档区 沿路的逢低承接 新委员我没有对不起你们 因为我知道红杰科还会在涨 所以我不会光望 我也不会说 低档买了一笔就不再进场了 低档这边买了两笔啊 这边还在低接啊 没有错吧 金老师电视上所秀的抗讯 你们都可以跟我对时对价 所以到今天红杰科为止 六成了 一百万下去变成一百六十万 我一张都没有卖 我一张都没有卖 该卖的另外一档 5G供应方大器的是纹帽啊 昨天我把档啊 我卖二八三嘛 这张纹帽 从低档的两把一买的 到昨天的二八三卖的 这样一买一卖 73块钱落袋 买个十张73万 买个五张也有36万 很快啊 这当然超过三成的利润啊 所以金老师是会带会 卖股票的分析师啊 该卖的我会卖给你看 卖完之后纹帽 昨天收278 今天大盘上涨了141点啊 纹帽好像就不太会动了 不动是为了等待 我低接的一个时机啊 他我认为还没走完啊 该接委我就会接委 该接委我就会做低接的动作 所以还是要提醒投票 行情竟然成功的站上月线 成功的站上万点 月线压力变成支撑之后 未来相关个股 当然还有超额利润的买点 安全带绑好 安全带绑好 不晓得如何操作的 不晓得迎接未来大行前的 年度的生日大影 正式推出 每年度最大的一次优惠 就是秦老师的生日专案 错过这一次 你务必再等一年 你自己要好把握一下 就这样再回到节目现场 成都的古蔡老师 老师生日您请愿 依次给您两个愿望送大礼 依次给您两个愿望送大礼 一年一次赶快行动 需要再现 0800-868-365 0800-868-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翻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成都的古蔡老师 老师生日您请愿 依次给您两个愿望送大礼 依次给您两个愿望送大礼 一年一次赶快行动 需要再现 0800-868-365 0800-868-365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剧检及剧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连动人 内政部警察罚关心您 欢迎到节目现场 环球金赚超过三个股本 机油性的个股 三月九号来到290 本一比不到十倍的环球金 又收脚指跌 大胆低接啊 当天你有没有跟我买在303 往第一层接啊 三月三四号 我说新会员337还是可以买 利用台股重做嘛 一档股票还会再涨低接 低接完之后一样会赚钱 当天赚7块钱收344嘛 我这礼拜特别的告诉你 环球金涨到353了 它还没涨完 还没涨完啊 横向整理支撑又垫高的 一档机油性的个股 还没涨完 要不要买 要不要持续的逢低承接 相信今天环球金 持续的拉出中昌宏 来到374 你所看到是买在303到今天收盘价 374赚了71块钱 337到今天374呢 也赚了37块钱啊 这样的一个利润 有没有物超所值的感觉 买在相对的低档 又是一档机油性的个股 今天突破月线 本来就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 如同大盘的分析嘛 对 来到万点是基本的扣大 突破月线也是刚刚好而已啊 所以呢 整个环球金润架构 买个十张啊 71万继续赚下去 没有切好是一个指令 告诉你要卖 你就安心的跟我报下去 中美金在三月底的时候 77.7 37连成一线嘛 吉祥的数字啊 买啊 3月30号78一样买啊 上礼拜一嘛 包括这里拜 我都告诉你有吗 最近78以下了 中美金我都在买 礼拜 星期会员中美金一样买77.6 买完之后当天可以赚4% 到今天为止 中美金已经涨到87.6了 这边呢 7778都在买嘛 没有错吧 没有错吧 低档啊 你不是要低档的股票吗 很多人在想说盘跌那么凶了 然后涨了一千多点之后的台股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个股 它在相对低档 它有所谓一个大幅度上涨空间 这种股票其实不多啊 要选择体质好的 基本面强的 筹码面又够漂亮的 这种股票其实不多 中美金刚好就是其中一档 因为它是环球经理一个母公司嘛 所以相对低档买的中美金 今天拉高来到87.6 连续动了三天 今天我还在买 星期会员 今天10点13分 金老师有没有告诉你 中美金83附近买 当时价格在82.9 你去对价 平盘82.9 82.3 中美金一样买 买了可以赚半根 拉高 这个位置很老承接 很老承接啊 都在83平盘附近嘛 有没有拉上去 现买现赚半根以上耶 这不是一种 立即购的概念吗 所以呢 明天的一个动作 你想要 要拥有那种 立即购 现买现赚的感觉 把握一下 一年一度的一个生日大礼 这是每年度 金老师 可以送给你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礼物 年度最大业会 就这么一次 平盖国的康控 你来看一下金老师 如何抓到它的高低点转折 这都不是事后放炮 去年度的12月底 177卖康控 卖完之后 跌了55块钱的康控 来到121.5 不杀低低接 133加码 涨了29%康控 2月17号 154卖 卖完之后呢 跌啊跌啊跌啊 你什么时候看我说 这边可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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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嘛 直到3月25号 等了一段一个时间 落底买点浮现 从容不迫的一个上车 因为跌够深 短底又形成 筹码又干净 你所看到我 对一档股票的论述 当然有基本面 有形态 有量价 有筹码 那么多的一个条件 符合买进的要素 我当然冲了不破 告诉会员低接啊 更何况你是高点有卖的 对 跌了一大段啊 3月25号 筹码很干净的康控 89块半接回 隔天26号 新会员康控 90.3低接啊 低接完之后 隔天就大涨耶 怎么那么巧 26号平盘以下 90.3低接啊 隔天大涨8.6% 我说低点不多 虽然它尾盘 有杀下来嘛 低点不多 那隔天啊 新会员93再低接嘛 当天可以现赚半根以上 3月31号涨了6% 今天能看看我直接亮灯 114的 也有没有突破月线 有没有突破月线 这样有没有接近三成的 从90块钱附近 沿路逢低的承接 今天已经来到114的 突破月线叫转强 其实我今天还是告诉会员 可以买 会长就不要怕 知不知道 像这一档经理 3月25号 二元中天长力超过两成 红海集团的 短底行程 量出来了 逢低成接啊 跌构深嘛 买低点 风险比较低嘛 未来利润至少三成 像是部件的多单 很少低于三成的 全国的会员帮我做见证 所以3月25号的青蜓 买在110 买完之后亮灯 12 隔天新会员13在低接嘛 低接完之后 现赚半根收118 3月27号 开高走低 我当天的请问 有没有告诉你 你买在100亿附近的 开高走低再洗盘 你不会被洗掉 你还是赚钱ING嘛 所以你怕什么 你对我做 你会做得很差啊 所以整个金顶呢 昨天亮灯131 今天金顶呢 来到138破断高 这样有没有 三成了 有没有突破约线 整个金顶 看到今天的量 叫做新天亮 它当然还会再涨啊 所以再度的提醒投票 大盘成功的站上万点 大盘也成功的突破月线 月线之前压力 现在变成支撑 所以未来行情 任何回档 跟我买进强势 机油股 还有超额利润的股票 等着你跟我上车啊 赚完三成 如果还有三成 勇敢的赚下去 赚完五成 如果还有五成 勇敢的跟我抱下去 一年一度的一个生日大礼 志祺老师 缅年度提供给你的 最大的一次优惠 当然错过这一次 你恐怕要再等一年 你有需要的 自己打电话进来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知晓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订阅 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成都的古蔡老师 老师生日您请愿 一次给您两个愿望 送大礼 一次给您两个愿望 送大礼 一年一次 赶快行动 需要再现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成都顾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公有二十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尽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货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再现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